好,那第四個呢,同學我要來介紹的是共證的現象 共證,共證就很常用到喔 共證呢,又叫做共鳴 共鳴 比方說,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海賊王的同學 那你可能遇到一個跟你一樣的戲圈 就覺得哇,我跟他超有共鳴的 我講什麼他都聽得懂 然後如果你跟一個,他平常沒有在看這些東西 然後你跟他講,他說喔,那是什麼 就好像打到牆壁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就是也是喜歡找到自己有共鳴的朋友 對,有共鳴 那什麼叫共鳴呢? 就是一個發聲品,我們先給他定義喔 一個發聲品呢 發出聲音 聲音 會怎麼樣呢? 竟然會引起另外一個很遠的地方的發聲 也跟著震動 會怎麼樣? 會引起另外一個 另一個 物體 他本來沒有在發出聲音喔 可是他也跟著發出聲音喔 這很奇妙的現象喔 會引起喔 引起 另一個物體也發出一樣的聲音 好,一樣頻率啦 應該說一樣頻率的聲音嗎? 一樣頻率 所以中國有些成語叫什麼? 情色和民對不對 在其中那個 兩個結婚那個 夫 欸 丈夫跟 太太 他們會 欸,我常常看到那個朋友 因為他們結婚幾年之後 我覺得他長得真的很像 結果人會有點像 你知道嗎? 你們爸媽有沒有這種現象? 沒有 沒有 有沒有覺得自己爸媽很像呢? 可能因為你們沒可以看比較 那外人來看就是 欸,這兩個人好像喔 夫妻一點 好 好 那我們就來 呃 那其實喔 同學 這個呢,共品的現象 用在很多地方喔 像收音機 你收音機不是為那個 FM頻道 對不對 你要轉的啊 嘶嘶 然後放在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會聽到聲音 好 那為什麼可以轉那個頻道 會聽到聲音呢? 因為你的 車子上面 或是你的收音機上面呢 本身也有一個東西可以 你只要轉那個 頻率 好 比如說轉那個頻道 其實是什麼頻率 你知道嗎? 你在轉的是頻率 好 那你當頻率轉到跟那個 它所散發的那個 電磁波一樣的波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收音機 就會跟它共振 跟它發出來的 聲音共振 共振之後 你就會聽到它的聲音 好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這邊兩個一模一樣音差 然後兩個 兩個 這個叫做共鳴箱 它會 聲音會比較集中 我把這兩個共鳴箱 擠在一起 好 那我們先敲一下 這個東西 你聽到聲音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敲這邊 這邊會叫 你看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 如果我敲了之後 把它壓住 它聲音就不見對不對 你看我敲一下 聲音就沒有了對不對 聲音就沒有了 那我現在用力敲 然後 我把麥克風放在這邊 幫我 幫我用這邊 待會我敲這邊 你把麥克風拿到這邊 好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敲一下 我用力敲 你看 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你摸這邊會麻麻的 好 再嗆一次 好變態 聽到聲音 這叫共鳴 會聽到聲音 比較弱一點 共鳴的話就是 共鳴的話就是 它的發聲會引起另外一個 一樣的東西 一樣頻率的 可是如果 我因為剛剛忘了帶領歡迎主 就是說 如果我拿一個 跟它不一樣形狀的音叉 敲下去它就沒有反應 就是你敲在動力 它還是很安靜 因為它們兩個的音叉 是一模一樣的 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可以證明 能量是會傳播的 所以很奇妙對不對 就是 我敲它結果它現在在叫 好 只要同個頻率就會叫 所以你知道嗎 像有些那個颱風有沒有 那個風 地震很大的時候有沒有 如果地震剛好跟你的房子 是共振 你的房子就會這樣搖 你好 這樣 好 最近有看到那個新聞 就是 有一群軍隊 那個是 大概是 一次世界大人在這裡吧 就是說 軍隊他們訓練太整齊了 我忘記哪個國家的 它就走在那個橋上面 就這樣 一二一二 結果大家都是同的步伐 結果橋剛好 它那個步伐的震動 已經剛好跟橋一樣 結果橋就開始這樣 晃晃晃晃晃晃晃 然後最後橋斷 就死了很多人 所以 對 所以後來呢 只要是軍隊 都會規定 你過橋 不可以跟前面的人一樣的步伐 他們現在規定 過橋就是隨便走 不可以一樣 所以如果你跟朋友出去 那個什麼 什麼橋啊 去看那個什麼風景 你們不可以有一樣的步伐 而且你要故意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你就會掉下去 就是有些時候一起共振 所以這都是很常見的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 那些什麼建築物啊 在設計 都會一台那個自然共振的頻率 就是 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共振 如果你跟它共振 它會把能量导給你喔 如果地震的時候 它把 你跟地震波的 共振頻率是一樣 那就地震波的能量 就會集中在你的房子上面 然後你的房子開始這樣搖 好 好 所以這很可怕 所以那個 做這個 共振研究其實蠻多的 好 所以呢 那共振的必須條件什麼呢 來 同學 共鳴的必要條件什麼 不是波形喔 波形不一定要一樣 噓 這樣你的步伐跟那個橋也不一樣 但是什麼要一樣 頻率要一樣 就是頻率 所以我就說你在 你在收音機就是在調這個頻率 你頻率跟它一樣 這樣你就會聽到手音機的聲音 頻率要相同 頻率要相同 那比方說我們彈吉他 那個彈吉他的時候 那個弦跟那個箱子也會共振 所以箱子也會發出跟它一樣的聲音 你知道 那共振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那個能量更集中 更大聲 所以 因為它會被它吸收 然後它又放出來 所以它兩個都互相吸收 就不會閃掉 所以如果這樣敲下來 它就可以撐很久 兩張紅這樣敲起來 它的聲音會傳給它 它又傳給它 兩個人一直共振 就可以撐很久 頻率不懂就是 它就不會震起來 對 因為它一定要跟它一樣 波 就是那個頻率要一樣 它才能夠一起晃 真的不行 就是頻率要一樣 就是那兩個東西的頻率要一樣 才會共振 對 這是它的條件 就像說我敲這個 牆壁不會搖 因為牆壁跟它的頻率不一樣 窗戶不會搖 可是你有一些那種 演唱會有的時候很大聲 那波裡也會很搖 對不對 好 那就是頻率剛好一樣 好 第三個就是 那共振可以增加響度 共振 它會讓那個聲音比較集中 好 可是 其實不是增加響度 我應該說它集中那個響度 集中 可是什麼呢 應該說可以讓 可以傳遞能量 我便用傳遞能量 可以傳遞能量 那傳遞能量的結果就是 讓那個聲音變得更清楚 指響度增加 好 所以你看我敲這邊 這邊的響度就會增加 因為它跟它共振 所以它會開始響起來 它本來不動 好 OK 所以呢 這就是關於共鳴的部分 那用共鳴也可以拿來調音 然後吉他也是可以用 我可以用音差的聲音跟那個吉他 看有沒有共振 就是代表它的頻率是一樣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到 最後介紹的就是噪音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聲音 比較舒服的聲音 那那種討厭的聲音 叫什麼呢 噪音 噪音其實沒有分說什麼聲音 像 像之前我就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有人竟然跟環保局投訴 投訴他們家隔壁的青蛙 太吵了 可是有水池 然後說青蛙好吵 可不可以去處理一下 然後環保局就說 要怎麼處理 要不要開發 好 因為有的人就對這種聲音不喜歡 那它對大家就是噪音 那對一些人來說 可能就會說 欸我喜歡鳥叫聲 我喜歡那個動物的聲音 好 所以第五個呢 要介紹的是噪音 噪音就是 令人不舒服的聲音 叫噪音 令人不舒服的聲音 所以這個比較主觀 但是 不舒服 不舒服的聲音 那 那 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歡噪音 噪音就是 讓人覺得很干擾 一些人 好 那麼第一個 50分貝以上就是 所謂的 就會干擾學習 所以第一個是 50分貝 50分貝呢 會干擾學習 像這個測試過去的聲音 大概就 50分貝了 因為它其實沒有很大聲音 因為它其實沒有很大聲音 沒有 幾分貝這個是可以測得出來 我們上次不是用手機嗎 我說你們可以去下載那個噪音劑嗎 就看 那如果不是噪音劑是在測量噪音有多長 那如果70分貝會怎麼樣呢 會讓你覺得很煩 很煩到 所以你們之前 你們導師說那個下課不要太吵 其實是有道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有人說要休息 如果很吵 其實有些人就沒辦法 當然我覺得下課很好就是 像我們以前下課是會跑去外面玩 就是打個籃球 而且現在下課時間變長 所以你如果下課我建議說 你可以到戶外去 而且 陽光曬一曬呢 精神會比較好 因為 我昨天看到一個報導說 那個曬陽光可以防止 所以 就是你們稍微曬一下太陽 好 這次關於 噪音的部分 好 那同學要怎麼樣減少噪音呢 當然 第一個就是不要吵 就是不要發出 那個聲音 對不對 那當然這是最簡單 那有幾個方法 像是 像那種錄音間 你們知道嗎 像那些歌手 那種錄音間 對 他們裡面為什麼會有哪些 他們牆壁都貼滿那種 被是海綿的東西 你知道嗎 好 吸音棉 對 為什麼吸音棉 因為它會把能量吸收 然後就變成海綿 海綿裡面 海綿它有緩衝性 所以呢 通常怎麼樣可以接著噪音呢 第一個 比較粗糙的表面 粗糙 好 粗糙還有不平整的表面 就是 或是像那個 海綿啊 畢子 粗糙的 可以吸音 它可以把聲音吸走 所以呢 就像你那個 撞到牆壁就會 緩衝力會被吸收 所以 如果你們家裡面 太光滑 其實會 回音會很大 光滑的回音 但是通教式其實會很大 可是如果很多同學在的話 回音會比較強 因為同學的身體 都會吸收那個聲音 你的衣服也會吸收聲 所以呢 家裡面如果掛窗臉 其實可以減少一些噪音 窗臉是很軟的 它有很多口氣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可以用木質家具 你可以買那個木頭 因為木頭裡面很多 我們說細胞嘛 細胞很多 小洞對不對 那它也是可以吸收 木質家具對不對 所以你們家裡面 如果可以洗用木質家具 或者是像是那個 或是像是那個窗臉 都可以減少噪音 好 因為木質家具有孔氣 好 那第三個呢 你們門窗可以使用什麼門窗 我們現在都知道 那叫氣密窗對不對 它不會有空氣 它能夠隔絕空氣 好 選用什麼呢 氣密窗 那有些那種隔音玻璃 甚至是兩片玻璃 中間把那個空氣怎麼樣 抽掉 然後改放一些氮氣 讓它 不要那麼容易傳播能量 氣密窗 隔音窗 都有這個效果 好 這個當然就是減少噪音 就是不要發出聲音 就不會有那麼長 好 所以這是關於這個 三字式的部分 好 別動 吃一下 我們在這裡 好 謝謝